最近的一改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 其实是在提速 那么刚刚这个就是12月份 12月8号吧 这个有一个叫4加7的带量采购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4个直辖市加上7个副省会城市 这是中国最具有购买力的11个城市 那么他们集中起来采购药品 这个所谓叫带量采购 那么效果是非常的好 因为这次采的20多种药 最高的降了95% 平均降幅超过60% 而且都是通过一次性检验的 也就是说是质量可靠的药 就是药体特别特殊 全世界的药企都是巨无霸的垄断 因为药企最大的成本是研发 目前研发一个新药国际上 大概要2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 再加上10年的时间 所以它这个企业要是没有体量的话 它是不可能经受的起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成本和时间 而我们如果老百姓对着这样一个全球垄断的药器 你去买药你根本谈不下药价来 所以这些年一改呢 我们从过去单个医院买药到国家这个省级层面招标采购 其实药价都下不来 那么我们终于就是在这些年一改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终于国家出手了 就是以国家的力量用量来换价 就是你降了价以后你就进我的医保了 而且我给你这么大的三分之一的这个全国市场给你 这样的话就是是双赢 老百姓得实惠了 生产药品的企业 它其实也保持了它合适的利润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这个所谓叫仿制药 印度生产的仿制药 我不是药神 这个电影相信这个大家都看了 其实印度它现在确确实实是全球生产仿制药最好的药 而仿制药不是假药 仿制药不是仅仅是廉价 其实仿制药真正通过这个评议的 就叫一致性检验 它像就是疗效是一致的 那么我想大家可能一定有兴趣要知道 就是说印度怎么能生产出这么多好的仿制药 对不对 印度你要说工业跟文笔差远了 其实我想大家不知道的是 印度是从咱中国学来的 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来中国学习一下就学到真经了 他发现中国人为什么能看得起病 自己造药 我们就是造仿制药的 青梅素我们就从像这种奢侈品药 对不对 最后搞成了白菜价 一分钱一支 过去我们的传统的那些所谓低价药 都是国家仿制的 国家组织起来仿制 所以印度回去以后 它其实是以国家的力量在推动仿制药的生产 印度的法律不保护专利 但是它保护仿制专利 就是你把这个药对不对 你仿制出来了 公益这一套我保护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是为了保护 鼓励创新 但是在药这个行业 它有一个什么特殊性呢 一旦要研发出来 如果它是能救命的 如果它因为经济原因吃不起 这是不人道的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允许强制仿制 简称叫强房 但是条件是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水平低 所以印度是满足的呀 所以这些跨国公司跟印度打关系也打不赢 所以40年以后 确实印度今天是全世界造仿制药造的最好的 美国每年一半以上的药都是从印度进口的 就美国是最大的原研药的发明生产地 它的老百姓也是吃不起原研药的 因为原研药太贵了 它也从印度进口药 让我们感到很惭愧的是 中国制造打遍全天下 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什么都是中国造 但是就是制药 制药跟看病连在一起的医疗器械 耗材设备全是进口的 我们要大概70左右 器械设备90多 所以它价格一定是昂贵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一大进步 就是说国家来组织 因为只有国家才有这个市场的力量 第一步就是以市场来压价 我觉得这只是救急的办法 因为还是贵 你格力位降一半的话还一万多 你跟那200块钱的比还是差50倍呢 我觉得先救急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生产能力 所以第二步我觉得是一定要国家签头 就是跟来签头谈判降药价一样的 下一步应该是国家来签头来生产 无论是原研的还是仿制的 可能第一步是仿制快一些 然后原研的 但是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玩 就是让你看一看国家 无论从十一五的五年规划 十二五的十三五的 生物制药药品 其实一直都是中国转型心级 一个重中自重 但是为什么不能落地 这可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们也去做了一点点研究 我们就发现了 其他和我们国家 整个经济结构变化 过去中国的化工部 是管整个制药的 就是它有一个牵头部门 来落实这个规划 但是现在我们只有一个部 叫工业与信息化产业部 就所有的归这一个部在管 我也去问过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 没人管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药工业 基本上是靠行业 在自己自我运转 就是国家的政策 好像就缺国家这只手能落下去 所以我相信我们国家未来 随着一改的深入 因为我们的企业太散了 他们没有能力做研究 包括仿制药要造出好的来 也是要做研究的 所以带量采购要加强我们医药工业的集中度 另外我们的医药最多的成本是在流通 这其实不创造效益的 所以要把流通的成本给挤压掉 让我们的制药企业有更多的利润 这样他才能做研发 这个仿制药的研发以及原研药的研发 一定是我们未来经济升级中的一个重头 这样的话呢 才能真正的在未来我们老百姓能吃得上好药 而且吃得起好药 医疗的市场化 这一直也是我们国家医改里面 一直争议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势必要讨论一下 就什么是市场 因为根据这个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 对不对 你要无数的消费者 无数的生产者 他们谁都不能影响价格 要信息对称 要生产同质的产品 要进出都是自由的 这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那么在我们医疗领域 其实65年 美国著名的德诺奖的经济学家 Kennis Errol 就阿罗教授 他的文章里面就指出了 医疗是最市场失灵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消费 我的消费我做主 就我作为消费者 我想买什么 我看看这个样子 看看这个价格 摸摸兜里的钱 我的消费我做主 所以所谓的市场 它能够有效率 是因为消费者和生产方 他能够在市场上博弈 而在医疗上 你去看医生是为什么 医生替你做决策 因为你并不懂 你是得了什么病 你应该吃什么药 你要不要做检查 你要不要做手术 是医生替你做主 那医生替你做主 医疗消费就是医生替你定的 也就是说你的消费 你做不了主 他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 而我们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 对不对 他一切服务他给你提供吗 他是供给侧我们说的 同时他又是需求侧 所以供需都在医生一手 那你想一想 他能市场化吗 他要市场化 病人不就是被强宰的鸡吗 宰你没商量 所以应该从全世界来说 医疗都是非市场化的 英国最资本主义的国家 它是免费医疗体系 它90%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 我们香港特区也是市场 对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它93%的医院是公立 德国 法国 它的主体都是公立和非盈利性的医院 我们从49年到80年代 能以极少的成本 改善人民的健康 就是一个完善的公立医疗体系 那个时候没有医患矛盾吧 因为老百姓充分信任你 他到医院去指导医生 不是要挣他的钱的 所以治好治不好 他都不会怪医生 你看那个时候的条件那么差 因为中国今天40年 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 绝对是跟世界是同一水准的 跟当年跟70年代 80年代不是一个概念的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这样的剧烈的医疗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制度 它符合了医疗规律 而今天实际上 我们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医疗体系 因为我们的医院 尽管叫公立医院 但是它都是自我盈利 自我生存的市场主体 每一家医院谁管它了 都它自己挣钱了 我们现在大概大型公立医院 像上海北京这些大型公立医院 国家财政给它的投入 应该不到6% 主要它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的和医保 而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医院没有政府替它斗底 我们的医改到现在 并没有改医院的投入机制 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 医生的收入大家都知道的 无非还是那几个部分 所以它当然要创收 我就老开玩笑 我说我们一个医院院长 其实挺不容易的 他眼睛一睁 跟一个出车司机是一样的 每天要进几千万 他这个医院才能运转的 他得把他的收入的这些指标 分解到科室 科室又分解到医生 所以医改静管已经9年了 医院的创收的机制没有变 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民意医院 都是要创收的 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其实恰恰是市场化带来的 我们国家深化改革 最近这些年都是叫放管服 但是我觉得在经济领域确实要放 但是在我们社会领域 特别在医疗这个领域 我们可能不能简单的放 因为什么呢 你的管理成本太高了 比如我们都知道前一阵 深圳出现的编辑基因的孩子出生 某种程度就是放的结果 放啊 他生出来了 你怎么管 现在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吗 这件事其实对我们中国科学家的 名誉的污名化是很厉害的 其实中国的生命科学的研究 是走在前面的 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人群啊 发展又快啊 但是我想这些科学家 未来要想在国际上发最好的文章 可能都会要被严防死守 因为你失去了人家对你的信任了 所以这个我们目前 无论是食品药品 以及在医疗行业 我觉得政府都要加大监管 这既是国际的经验 也是我们现在问题导向 就是我们管的能力太差了 管的力量太差了 你先把它管好 你才敢放啊 你否则的话 你怎么能放呢 其实还有我们极端的市场化 也不成功的 就是数千 曾经把所有的医院都卖了 那现在回头又见了 就是全世界没有的 就是一个城市 也有五百万人的这样一个城市 所有的医院都是私利的 他也是了 试了十年以后不是又走回头路了吗 就是无论是国际的经验 还是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 都证明单纯的市场化 肯定解决不了医疗的问题 而我们医改恰恰要走的 就是怎么能政府更好的 为老百姓兜底 让老百姓有信任感 有获得感 有安全感 因为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四十年改革开放 很多经济领域 确实是政府少管 这个事就好办 但是医疗它不是市场 它是社会领域 它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 政府这只手必须进去 保护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国家其实最应该建的是 叫国家医疗服务制度 因为我们有完整的 公立医疗体系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 俗称叫免费医疗 它是前苏联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 而当年它建的这个制度 现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金砖五国里面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南非 都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就是俗称的免费医疗体系 全世界目前主体的医疗制度 是免费医疗体系 免费医疗不免费 它是税收策资 税收策资是比较公平的制度 因为税收是累进的 有能力人多交钱 没有能力人少交钱 但是对医疗的需求 是按照你的需求来 你得了癌症 有钱没钱都得要给你治的 但是这个治疗里面 在公立医院里头 也不是说穷人富人 完全一个待遇 我想我们现在这么多富起来人 肯定也不满意 就是对于疾病的治疗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服务是可以有差别的 香港就是这样 比如你一般的老百姓 进医院 一天只要交一百块钱 所有的药品 治疗 吃饭 全给你包了 但是你 那个可能八个人 一个病床 你像那个沈殿霞 肥肥 它是先付的 它有条件 那它就可以单间 但是你就要自己交费了 就是你住单间 给你24小时的特户 这个可以六星级的服务 甚至这个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可能一天晚上好几千块港币的这样的住院费 在这个服务层面 我觉得是可以拉开的 这样也符合医疗卫生的规律 而我们是有完整的公民医疗体系的 完全可以这么做 我们现在这个保险 说实在话 一方面可能钱还不够 另外一方面浪费太厉害 因为医院要创收 老百姓也想骗点宝 常开玩笑的一句话 骗宝就是人民战争 因为各方都有力 就是跟你医保和国家对着干 谁不干呢 十几年前我们在做医保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从美国的经验教训 因为美国给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保障 就是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 和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看病 政府买单 而医院是要创收的 政府给特定的人群买单 所以大家都去 大干快上的骗政府这笔钱 所以政府的财政赤资 在医疗这块是年年上升 而且完全没办法改 因为奥巴马医改方案 你看基本被废掉了 完全没办法改 所以整的美国都破产了 所以我当年在我们国家 医改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们千万不要走到美国那条路 就叫政府买单的市场 我们今天好像就在这个路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条件 赶过来的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制度设计好了 我们现有的钱可以给老百姓提供 比现在获得感要高得多的医疗保障 像英国和我们香港地区 它是免费医疗体系 医生是免费培养的 他的社会待遇 经济待遇都是社会精英 他的整个的工作就是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他是没有这个经济激励的 所以他就干你该得什么病 我就给你开什么药 他不会乱开药 也不会像我们就是被后面搞定 而且他的药也都是国家统一采购的 就不存在你要去医药代表去公关这些问题 你说国家富不富得起 那我们那么穷的时候什么都做了呢 他跟人多没关系 人多力量大呀 你交的钱也多啊 你税也多呀 你的市场也大呀 你分担风险的能力也大呀 这跟人没关系 巴西也人多啊 人家不都做了吗 你的制度安排会节约钱 就是免费房会节约钱 就像现在厕所里的子谁还去偷钱 因为你知道那永远在呢 你没事去偷那干嘛 一样的 看病也是一样的 你没病你到医院去折腾什么 你一切医疗费用是医生决定的 现在医生要创收 小病给你大治 所以就整出很多检查呀 很多吃药都是浪费掉了 如果医生你国家 给他一个体面的收入 解决他的事业 这个发展的这个前程的问题 他没必要折腾你干嘛呀 你没必要 你到医院去折腾干嘛呀 我们这么大的服务量里头 有很多都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的医院怎么发展起来 就是靠做量 就是他充分利用了 中国人多这个规模效用 所以门诊量过万 住院量 我们最大的医院 现在郑州复医的医院 住院量也过万呢 这在国外都是不可想象的 国外800张床的床位 就是超级医院了 我们县级医院都到这个水平了 就是他靠扩量 就只要量做多了 有规模效用 他就能挣钱 所以看病的便捷度在中国 就是我想看哪就看哪 就这种便捷 想怎么看怎么看 全世界都没有了 只有中国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大量的资源是浪费了的 比如我们一个老百姓 现在看病 肯定要看好几家医院 在国外感冒是不需要看的 在家喝水就完了 但是在我们这 如果多让病人回家喝水 医院就喝水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大量的资源在浪费 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上海 他们学者做的研究 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用药 因为我们现在费用里面 40%以上是药 把中国人的用药 跟欧美国家 先进国家对比一下 发现什么 比如英国 我们的用药的这个 就是每年平均中国人 现在用药 大概要到300美元 跟英国差不多 但是再打开看看 我们的用药 用的什么药 英国大量的药 就是最好的 这个治癌症的 治这种重大疾病的药 它全报的免费 我们癌症这些重大疾病 真正救命的药 报销比例 都不在报销目入内 所以报的很低 但是我们用的大量的药 安全 无效 利润高 就是可用可不用的 辅助用药 这是我说的 我们现在制度 大量的钱浪费了 这些药根本都不需要的 所以你把制度设计好了 其实老百姓 可以得到很多福利的 医改已经十年了 到明年就十年了 我觉得中国 它还是靠地方在探索 其实地方上探索出 很多条路来 这些年应该最受追捧的 实际上是三名 福建三名的医改 包括我们国家 现在成立医保局 都是学的福建三名 当年下岗 提早退休的工人特别多 医疗费用狂涨 那边医保的增量不够 所以他医保先亏了 不改不行了 财政兜不住了 他的改革主要就是建制度 建制度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原来医保可能亏了 近三个亿 他改了以后 当年医保就节省五千万 就有这么大的改革空间 那他具体怎么做的呢 他其实就是把医保 医疗和医药联动起来 这就是制度嘛 改革的重点是改政府 就我们这些年改 老对着医院说 医院改 医院改不了 他一睁眼睛 要挣那么多钱 来维护医院的应战 他怎么改 对不对 而三名他是改政府 因为政府才是制度的建立者 所以政府改成立真正实体的领导机构 然后制定好规划和道路 就是把新制度建起来 这新制度就像新路 然后他们大概有12个县 22家公立医院 都是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 起步走 就是搬到岔 一下就把医院从过去那个创收 足利靠药靠耗财这样挣钱的这个路 搬到新路上来 而这个新路 其实就是我们医改要达到的目标 叫公益性的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 而激励在哪里 他把所有医保的钱也整合起来 我们有三个宝 新农河 陈居宝 职工医保 过去是在县级统筹 他统筹到市里 政府把三个宝组合在手上 用医保的钱 直接支付医生的工资 所以他们的医生拿的是年薪 而这个年薪是要按照 我政府举办公立院的 考核制度来发放的 他又靠信息化手段 建立了动态的系统 完整的这种考核制度 它叫公分制 就真正的让好医生 拿到好的收入 那就搞定了 你算一改的核心 到最后是医生的分配制度 你没解决医生的待遇 没解决他那支笔的激励 那你有再多的政策 他都给你做对的 所以这就是三民一改的难能之处 就是他在一个欠发达地区 能够把一改做成功 如果欠发达地区都可以做 那发达地区就更好做了 所以我觉得三民 其实基本上做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如果做成了 我觉得如果全国做的效果 会比三民还要好 可能三民经验非常难推的 一点在哪 就是说 它是一个利益的再挑战 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民第一年 医保就从亏到盈 它的这个红利从哪来 政府财政没有加大投入 三民过去的药费 一半是药费 它总共医疗费用28个亿 一半14个亿都是药费 它改后的第一年 药费就降到7个亿以下 也就是把流通的那个虚的全挤掉了 医生也不多开药了 因为多开药现在医生得的是负分 但是挤掉这7个亿 可是少数人的利益 所以那帮人完命地跟他磕 他医改真的不容易的 我曾经说过 医改都是烈死 这个三民医改的操盘手叫詹吉傅 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不容易 他当过多年福建药监局副局长 告他的性跟血片一样的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药监局的问题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体制里面 还有这么清白又能干的干部 不容易 我觉得这就是推动三民医改最难的一点 就你自己一改 人家一告你 你可能自个都先倒下了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三民医改 就是深改组专门肯定了三民医改的经验 现在正在朝他那个方向推 但是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 确实不容 今年医改已经十年了 我觉得医改十年还在且改且争议 还在摸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如果总结一下十年医改 对我个人来看 十年医改大概最大的医改的成效 并不是在我们医疗卫生 而是在他成为我们整个改革的先行者 包括当年一改是有顶层设计的 就是一改方案嘛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改革有一个方案 有一个顶层设计 然后地方去探经验 所以现在十八建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新的改革路径是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 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 这是一改探出来的 我们这些年老百姓生活方式的改变 环境的变化 很多问题不是医疗能解决的 它其实和我们整个发展模式 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连在一起的 所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现在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就你的健康有人管 而且大家可以展望一下未来 我们19年就是今年5G商用提速 5G时代 其实中国会进入崭新的新时代 就是未来可能中央数据库 所有的个人的健康信息都集成了 现在山东已经在做了 就是1.09亿人的健康信息已经在集成 所以未来大数据信息化的时代 我相信我们现在的这种医疗服务的模式 都会改变 那么我觉得借助于我们中国制度的优势 人口规模的一优势和信息化 给我们带来的机会 我相信聪明的中国人 是能够找到看病治疗 以及健康的中国式的道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